省委副书记高玉良一番话语更多的则是无奈 并不是他想去怎么样 又或者是执迷不悟 只是此刻已经在船上的他身不由己 现如今的他早已不再去喜欢得意门声齐同位 而是看好同样作为自己学生一身正气的反贪局长侯亮平 但奈何事与愿违 侯亮平并不能为他所用 吴老师的劝道他也很是认同 但在他看来会议上的距离力争更多的则是代表着自己的权威 即使他不再喜欢齐同位 但该说话时自己还是要说话 看着固执的高玉良 旁观者清的吴老师好言提醒到他 你在官场也算是 也算是个老同志了 如果不明白这一点 你是无法混下去的 齐同位的错误缺点不用吴老师提醒高玉良比谁都清楚 在最近齐同位的错误表现更是异常的明显 而在需要用人的前提下 他并没有什么更好的办法 毕竟他和齐同位已经风风雨雨走过了多年 看着眼前意志力坚定 明知不可为而为之的高玉良 吴老师再度出口提醒到他 但是我告诉你啊 你做这些事的时候 一定不能让别人抓住你的把柄 田国父和沙瑞金 对齐同位都有保留 对于吴老师的提醒 高玉良却并不认同 在他看来眼下的形势完全是在溺水行舟 他若不继续推着齐同位往上走 那么很有可能现有的 沈公安厅厅长位置都保不住 如此重要的位置 他不想去拱手相让与人 而看着不听劝的高玉良吴老师 也不再多言 毕竟二人已经离婚已无夫妻之事 但对于当年美食城的审批 他很是疑惑 我一直不明白一个问题 为什么这个美食城 一定是你去批呢 为什么不是李大康 而且 为什么李大康能够拒绝赵绿龙 你就不能呢 一时足成千古恨 可能便是此刻高玉良的心情 当年时任吕州市委书记的 他对于二把手达康的蛮横霸道 很是头疼 面对这个没有把自己放在眼里的二把手 他当时便暗暗发誓 只要能弄走李大康 即使付出代价也无怨无悔 而敢巧不巧的赵公子找上了他 在当年的特定情况下 他只能通过示好赵锐龙 从而搭上赵立春的小船 在他的大笔一挥下 吕州月牙湖美食城顺利建成 然而这仅仅只是个开始 在调走李大康后 赵锐龙对他的另一承诺也随之兑现 那么这又一承诺究竟是什么 在高玉良身上到底还隐藏着多少秘密 省委副书记高玉良的回忆过往 不禁让眼前的吴老师惊出一身冷汗 做了大半辈子同床共枕夫妻 对于此事他却一无所知 高玉良让他见识到了什么叫做真正的守口如瓶 前任一把手赵立春之子赵锐龙并无一观半知 能量之大让他不由为之惊叹 而在他惊叹的同时 当年的高玉良又何尝不是这样 不敢相信的他还是忍不住的发出感慨 也太儿戏了吧 赵锐龙居然有这个力道 这会是真的吗 事实就是如此 在当年面对这已成定局的事实 高玉良却一点也高兴不起来 完全没有因达康的调走而喜悦 甚至感觉到了害怕 他曾在内心无数次问过自己 这是赵立春一个人的游戏 还是大家的游戏 但随着时间的推移他似乎有了答案 仿佛大家都是这样 就此作为政法大学教授的他理想信念都在这一刻崩塌 而对于赵立春究竟是爱是恨他也说不清 这些问题虽然严重 但随着时间的推移也已经慢慢淡化 而眼下赵锐龙狮子大开口的索要美食城拆迁费 无疑是在扩大事态 自己已经是泥仆萨过河 赵锐龙却还在指望着他为美食城拆迁发声 无奈和后悔在这一刻写在了高玉良的脸上 如果时光能够倒退他必然不会如此选择 吕州市委书记极有可能是他的天花板 但至少比此可安心 看着焦躁不安的高玉良 吴老师开始了帮他出谋划策 玉良 我觉得这件事你还要向赵立春汇报一下 让他知道自己的宝贝儿子都干了什么 电话里怎么说 所以我准备让其东北去趟北京 当面跟老鼠去谈 作为赵家的独子 赵立春起会不知道儿子所做的这一切 又或者赵锐龙所做都只是父亲的兽医而已 在高玉良看来的提拔 或许只是现如今的沙瑞金与易学习的关系一样 而就在高玉良悔过反思之际 此刻另一边的沙瑞金在办公室招呼着纪委书记田国父吃饭 你得多吃点肉 喂 教你都做成什么样 对高玉良怎么看 我不喜欢这位教授 喜欢不喜欢不是标准 说是 那好 如果不是考虑到影响 在会上我就要反驳他了 他那套关于学雷锋的大话骗谁呢 把我们都当成三岁的小孩了 如果不是身份的限制 奄然有种好兄弟的感觉 但沙瑞金让他多吃肉 并不只是单纯的吃肉 那么在田国父心中的高玉良 是否比达康在他的心目中更加不堪 他那位弟子齐同伟的副省纪不要再想了 我们纪委这一关就通不过 省纪委书记田国父坚定的态度无疑说明了一切 他并不看好这位靠着吹吹捧捧上位 一心只想着进步的省公安厅长齐同伟 再者他还是自己最厌烦的政法书记高玉良的学生 为何他会去厌烦高玉良我们不得而知 而唯一可以得知的线索便是在原著中写的 田国父是在吕州市任纪委书记期间被调任外省 当年的吕州市委书记便是高玉良 二人之间的矛盾极有可能是在当时产生 但这些他自然不会去同一把手杀瑞金讲 面对杀瑞金的为什么他给出了客观原因 这无疑是个很好的理由 既解释了为什么他不喜欢二人 又说明了二人的问题 但在田国父看来远远还不够 为了让杀瑞金加深对高玉良的印象 他再次拿出眼下闹得沸沸扬扬扬的 吕州月牙湖美师称 一连串的疑问 不由的不让杀瑞金去多讲 但同时他也明白作为一把手必须得去慎重 在他看来这其中不排除历史的局限和为上为权 如果不是赵家的公子高玉良 必然也不会犯这个错误 在这个问题上 他还是希望田国父去客观看待 田国父固然是把凡夫利监 但同时他也明白太锋利未免是件好事 而为了不被田国父影响自己对大局的判断 他果断岔开了话题 一学期主政吕州之后 情况怎么样 干得不错 现在吕州的各项工作都有了新的进展 如果像一学期这样的干部多了 那赵家公子那些伏和恒星的现象 恐怕就不会在四处出现了 听着汇报 沙瑞金露出了欣慰的笑容 而是要借着沙瑞金大齐将反腐进行到底的田国父 再次提出了彻查赵家在汉东所有资产的建议 他只是抱着试探性的态度 此刻的赵立春什么级别大家都清楚 但沙瑞金却毫不犹豫答应了他 而也就从这一刻起一场真正的反腐风暴就此拉开帷幕 然而面对如此严重的形势 此刻在山水庄园的齐同伟却丝毫没有察觉到危险 他依旧与红颜知己高晓芹谈论古今 但察觉到危险气息的高晓芹还是忐忑不安 为了安全他希望关掉山水庄园 然后二人远走高飞 但齐同伟并不这么认为 就在他分析的头头是道时 接到了老婆梁璐的电话 那么结婚三十年 从来不主动给齐同伟打电话的量度 不所谓合适